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幻想着你还能出现 我还是你依然 忘不掉你调皮的笑容 幻想我们那些从前 那些一起走过的昨天 抬头的剪影 关于你都显得特别 这些还真有你的温度 我回来了 我打算把夏天的衣服都整理一下 装箱打包 准备礼拜第二带回家旅途 因为这里本来位置就很小嘛 如果冬天的衣服一搬过来的话 就放不下来了 所以必须把夏天的衣服收回家 把空间给抠出来 这条小厨局的裙子 还有这边这一条新型裙子 都是上次在博博买的两条裙子 花了269块钱 拍视频的时候大家看着好像都挺好看的 也挺多粉丝朋友问我链接 然后我都没给 因为这两条裙子就我穿过几次以后发现 质量真的太差了 我感觉这两条裙子可能到了明年夏天的时候 我估计不会穿了 但是扔掉我又不舍得呀 毕竟花了我纯净白衣269块呀 就不舍得 还是先把它送回家再说吧 洗了一两次以后就这个衣服完全变形 穿在身上就会有那种质量很差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网购还是要谨慎的 模特穿上都好看 就感觉质量也还可以 但是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洗个一两次就不行了 天天说自己没衣服穿 一拿起来这全部都是这么多 我现在来把它们都叠起来 为什么女人在换剧的时候 永远都是没有衣服穿的 这是通命嘛 把这衣服都放到箱子里面 然后再用这个箱子把家里的厚衣服装过来 搞定 衣服我已经收好了 现在就准备去做完饭吃了 肚子都饿了 今天去买菜结账的时候 被那个少女小哥愣住我来了 他问我是不是叫香香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他说在进入土条刷了我 搞得我特别的不好意思啊 我是不是应该去买个口罩 带一带呀 然后出门戴个口罩 以防被人认出来 感觉就是别人问我 我会觉得特别的尴尬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香香要去做饭了 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很了解的